各位 各位 大家听我说啊 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情况 情况是这样的 五年二班的江同学呢 并没有得癌症 他只是得了一个良性的肿瘤 手术后呢 根治率应该是百分之百的 而且五年二班 也并没有发起捐款 只是五年级的老师自发地 为江同学献上一些爱心 高一轩妈妈 你是不是听错了什么消息呢 不可能 我儿子就在五年二班 他们班正在给江同学捐款呢 高一轩妈妈 那你应该在五年二班的群里是吧 那他们这个捐款 是老师组织的 还是 大家听到消息 自发的 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是老师富裕的 那我们就应该捐款 但如果是老我自己老补类 那还在这儿跟大家摆这些玄龙门证 那我觉得这个捐款就毫不意义了 应该立刻停止 顶国宝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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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回来了 雨轩妈妈 您还是赶紧问清楚吧 高一轩 你回来正好 过来过来 您问江浩晨 得了什么病啊 我怎么知道 不是你说她得了癌症吗 我说的是班里都传她得了癌症 但今天老师跟我们说 江浩晨只是暂时休学 她养好病还要回来呢 而且赵老师还严令我们 不许乱传闲话 那你们老师不都给她捐款了吗 老师们捐的是 给江浩晨买了一个学习机 这样她就可以躺在床上自主学习 也不会落下太多功课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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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把话说清楚啊你 我说了 是你没听清楚 别让她呆着去 各位啊 不好意思 是我听错了 我们老大的班里 也是我倡议的募捐 实在抱歉 我马上就把各位的钱 元术退还 不好意思啊 下回我一定耐心求证 绝不听风就是雨 不过还有事先下来 搞了半天原来是个乌龙 派我们吵了半天 又是啊 要不是鬼保爸爸心系 我们班哪 就趁到全校给校署了 我就奇怪哪 怎么别的班没有收到消息啊 坎心是您自己脑鼓啊 任意重选家委会主任 支持重选家委会主任 我哪想树立一下微信 结果现在更没地位了 葛京轩 你最本呢 拿我来给我看看 要我说这件事 丁丁是对的 捐款相爱心 本来是好事 但你要强制的 它就变了味了 本来是自愿的 有道是善财难使 人就是不捐 也是无可厚非 这怎么什么事到你嘴里 怎么有道理 局外人旁观者清 我就觉得吧 这件事都不公道 今天召集大家呀 开个小会 戴总 丁丁不在 我给她发消息了 她没回我 她不在没事 咱们呀 来一场不记名投票 我很想知道 你们对于 设计部同事捐款 这件事的真实想法 不记名啊 不记名 看来大家对这件事的意见 很统一啊 对这种强制捐款 不接受 行 我知道了 我会来想办法处理的 戴总 丁丁怎么去总公司了 她说她要找秦总理论 让秦总给她个说法 什么 这丫头怎么这么倔呀 你们看好了店啊 我要去趟总公司 还来得及吗 带总 来不及也得去 丁丁 丁丁可以啊 不愧是丁丁 太唬了吧 又挑选了 等着看好戏吧 等着看好戏吧 这个购标 你去弄一下 好 谢谢啊 秦总 怎么了 丁丁 您有时间吗 我想跟您说个事 那到我办公室来说吧 找我什么事 设计部老员捐款那个事 我给您发过邮件 您是不是给总裁办 也发了邮件啊 那是因为我给您发 您没理我 所以我才给总裁办发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就是想搞清楚 这个捐款 到底是自愿的 还是摊派的 钱我是可以捐的 但我总得弄清楚 这个爱情 是不是被别人利用了吧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 还是 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这是我们集体的想法 但 秦总 这是我们大家 集体的想法 首先 我先表个态啊 我们绝对没有质疑公司的意思 我们就是想问问 这个捐款 到底是不是自愿的 这个捐款的钱数 也一定要规定的这么死吗 其实 对于老员的去世 我们大家都挺难过 也都很同情 但是公司 利用大家的同情 把该发的抚恤金 分摊到每个同事的头上 大家心里其实挺有意见的 但是呢 又碍于是公司的提议 所以愿意不愿意 就都得捐 我呢 就让丁丁写了封邮件发给您 她把邮件发到了总裁办 是因为 不是 就是我姓子吉 我自己说话 秦总 这个事情呢 是我的疏忽 所以我接受任何的处分 你们俩真是姐妹情深啊 戴京 我要是有丁丁 这么一个助理就好了 丁丁 你很幸运 有戴总 这么好的一个领导 首先呢 我要对这次捐款的事情 向你们俩道歉 我知道 不光我们部门的人 有一件 其实其他部门的人 也都是有一件的 本来捐款吧 是信爱心 自愿的事情 可是让我们 愣深深地 搞成了摊牌 顾总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已经通知各个部门 取消这次捐款了 还有就是 保元的去世呢 已经定性为工商了 那公司呢 会向他的家属呢 全权赔偿的 那咱俩太傻了吧 姐 没想到 没想到我能来保护你 说实话 真没想到 你这说话真是简单直白啊 姐 总之 对不起啊 别在这儿口是心非了 那 回去你开啊 累死我了 我刚拿到假照啊 好吗 终于过了 喂 白晓天 我终于过了四十三的关了 我来了 我天 柠檬甲 你哪儿来的 这是我哥宿里的 我一直想要那个皮肤 酸死我了 那你慢慢酸吧 我去二十八关了 小哥哥 你心里肤好好看 可以和你组的七二十八怪吗 酸死你 宁哥 我也想要柠檬甲 一杯热腾腾的咖啡 像给星期工作的老爹 你每次这笑心啊都挺贵啊 说吧 又想要什么了 爸 你把我说得也太 给你三秒钟说实话 要不然就出去 说说说 就是呢 我最近在玩一款 叫那个龙果大战的游戏 你放心用的是业余时间 没有耽误学习 还有一秒 我想要我最新的皮肤 花人民币埋的那种啊 老爸英明万幸 先别磕头 我问你 你要确保你玩游戏 不耽误你学习 爸 我跟你说 我这次单元检测 可是比上次提高了两分 整整两分啊 名次呢 那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 我没有耽误学习 爸 你就给我换一个嘛 多少钱 最便宜的才十四 最贵的 爸 你不会要给我 咱们这样 这学期期末 你成绩提升 排名靠前了 爸给你买一最贵的 爸 期末 这还好久呢 你才打多少时间游戏啊 你懂什么呀 游戏越往后 皮肤越玄苦 努力一学期 爸爸给你换一最好的 成交我 你靠现在就想要 现在肯定没有 那我说压醉钱 怎么拿十四块钱呗 你存死期了 那我不要死期 我要特赦 想的没 我有权 我答应你的要求 期末换最贵的 前提是 成绩提升 排名靠前 你也明白吗 你说 为了皮肤 我拼了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块五 八块五 玩好乖啊 对啊 谢谢你老来看他哦 来 吃饭 找你 不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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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策子不行嘛